快检查,你家的酱油馆有长虫吗? 日前有网友在网络上分享家里的酱油突然冒出好多只白色小小只的虫,很像白芝麻,而且也不知道酱油长虫多久了。 会不会一直用酱油却没发现酱油有虫?这样的酱油还可以吃吗?酱油只要保存不当就可能吸引蚊虫。 其他网友也分享,长辈说只有天然酿造的酱油才会长虫,只要把虫弄掉就还可以吃。 但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化学酱油就不会长虫吗?难道天然酿造的酱油跟化学酱油的区分方法就是有没有长虫吗? 营养师吴应成表示,夏天天气炎热,是蚊虫教育滋生和繁殖的季节。 如果酱油瓶盖位拴紧盖妥,酱油风味可能会引来银类飞复,产卵。 但蚊虫是外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保存不当所致,并非酱油内长虫。 长虫与无添加,纯天然酱油无关,可能与酱油的氛围引虫,开封后的存放方式,环境等酱油关系。 吴应成指出,随着食安和健康意识抬头。 目前市面上有许多宣称物添加,简单配方或取得竭尽标章认证的酱油产品,因为核心诉求皆是强调配方简单化,删除或减少人工化学的添加物。 所以几乎不会添加防腹剂,酒精来提高保存性和抑制霉菌。 但其实这类型的酱油产品开封后,应该要置放冰箱冷藏,不然会很容易发霉。 吴应成建议,酱油使用完一定要马上盖盖子,或使用保鲜膜阻隔。 购买时要看清楚食品标示及保存方式。 为添加防腹剂的酱油,通常包装标示也会写上开封后勤冷藏等文字。 提醒各位开封后的酱油,一定要立即放冰箱冷藏保存,五招挑选好酱油。 至于好的酱油该如何挑选? 酱油达人李日欣曾在健康2.0节目指出, 民众可依照成分,包装、颜色、泡沫、沉淀等重点挑选。 1.成分表 酱油以盐、糖、黑豆、水制作而成,成分越单纯越好。 2.包装 包装为玻璃瓶,金属盖为佳。 市面上常见酱油罐包装有些是玻璃瓶,有些则是塑胶瓶。 但纯酿造,一般酿造的酱油最后需做高温杀菌, 因此都会以耐热玻璃瓶保存,而非不耐热的塑胶材质。 3.颜色 可在灯光下观察酱油,已会透光的琥珀色最好。 颜色太深的酱油,除了有些是受添加物质焦糖色素影响外, 有时候也与盐、糖成分太多有关。 建议还是挑选琥珀色酱油较健康。 4.泡沫 李日欣解释纯酿造酱油的氨基酸。 蛋白质等较丰富,建议民众可以用力摇酱油。 选择泡沫绵密,泡沫颜色较白。 泡沫持久不相会比较好。 它补充,酱油加糖摇晃后也会产生泡沫。 所以一定要挑选绵密、颜色、持久等三大重点。 5.沉淀 底部白色沉淀物 纯酿造的酱油可能会有沉淀物,化学酱油则没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